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好朋友来到《谷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诚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 江湘老师好 陈金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本周末你要不要去电竞嘉年华会 你要不要捕获野生的黄总裁呢 黄总裁真的是人气很旺 走到哪 那个大家的目光都会跟到哪 可见大家现在都很厉害 我应该去那边走踏走踏 真的 老师我这个周末是在亲子嘉年华 你没有来帮我走踏走踏 我也亲子嘉年华 那个什么两地跑你知道吗 有一个小孩在宜兰 在宜兰县县县长杯 不错总算在那边熬了几个月 稍微有点出头了 有点出息了 打进前四强 拿了一个 好强喔 第四名 他们分三队 两队进去 一队拿第三一队拿第四 因为他们才刚入学 其实才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国一对 他是打三年级的 对啊 那很厉害了 已经有成绩 所以亲子嘉年华 对 然后另外一个怎么样 跑去桃园 老大吗 对 打那个老二 打那个什么 那个大城杯的篮球山 这个就争气了 其实都很争气 都很棒啊 这个打冠牙军战 中冠军喔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打球 最好看是要实力相当 那才激烈对不对 那个竞争戏 分数很拉近啊 那就其实就先先 前面赢后面落后 最后五秒钟 集起直追 最后五秒钟 射进一颗三分球 追平 追平 那就很刺激了 打延长赛 那就刺激了 对 最后延长赛52比47 获胜 哇 这个冠军喔 拿得不错 这拿得真的是不容易耶 这很激烈耶 所以 其实小孩子 小孩子很简单 连小孩子都 懂得要为自己的冠冕而战 对不对 对 为自己的皇冠而战 那我们勒 是啊 是不是 对 这两个月的股票 你看 你看到今天的台股 再加200点 是 有没有 真的老师告诉你 从光辉10月 10月底就开始了 启动了 对 整个11月真的没有停耶 你相信我跟你讲 光辉10月 基本上 10月你去买 10月底就开始发动 你就是怎么样 你就赢在起跑点 买在低点了 赢在起跑点 不敢讲是最低的 但是已经差不多是接近 90%的低了 是 没错 好不好 对 所以你看今天在嘎 哇 那真是嘎 嘎了大家哀叫 你11月就说嘛 两个行情 一个就是嘎空行情 对 启动ING 另外一个就是年底的行情 年底作账行情 要预备备了 对 所以现在这行情 真的已经开始在烧起来了 一个一个都飙上来了 真的 对不对 没错 来 嗯 你要不要我帮你回顾一下 10月哪一些 五大利空 就跟去年一模一样嘛 那时候练纱红色10月 去年的五大利空 现在同样一年之后 还是一样 我记得我10月一开始 问老师是不是yesterday once more last year once more 对 我们现在要练英文 免得等一下 黄仁勋突然走进来之后 要Lady Gaga的那一首 对 等一下突然黄仁勋走进来说 突然头探在我们两个中间 对不对 你们在干嘛 要点歌点歌 我们在播节目 我们在讲NVIDIA 对 对 我们今天这个说图好像用错了 我们要换一下黄总裁的 帅气的黄总裁 今天这个周末 其实 最大的新闻 对就是NVIDIA 其实NVIDIA 你一直看我节目 我都一直有在跟你追踪 其实这两个月来 其实NVIDIA是最受争议的 为什么 因为 晶片战嘛 对 它的晶片不能卖 尽销录 然后紧接着它就开始做工作 它的晶片不能卖 然后干嘛 后来它又出了什么 Ada Lovelace 对 我们还跟你在节目讲什么是Ada Lovelace 来 我跟你讲 Lovelace 这个是谁 这就是我刚刚 给大家看到的这位美女 一起像 好来 就是老师 为什么我说小朋友看我节目 可以增长知识 都可以增长知识 因为第一个 学产业 我说你做股票 你一定要懂产业 对 对不对 从产业做出发 你要跟着辉达 跟着蜜蜂找花朵 那你要知道 辉达我们台场空间店有哪些 它有机会在第四季冒出头 那请问 第四季如果营收会上来 你要在什么时候买股票 当然现在 我现在问你 第四季之前 赶快先卡位 你当然是要在营收还没上来先买 你才有股价便宜 等到你发现 营收出来上去了 你才要去追 人家早就大人给你买上去了 好不好 所以如果第四季为好 股票什么时候买 现在 当然是现在 10 11 12 我就等你营收一个月出来上来 对不对 可是要买什么 对不对 营收出来我在倒货给你 买什么 哈哈哈 待会再给说 先看这位 艾达女士 艾达 她是谁 她就是这一颗AI晶片 她就是把它取名叫 这一个艾达 Ada Loverens 的名字 这个叫什么 为什么 这名字什么意思 她其实是英国 19世纪的数学家 你看 你看刚刚那位美女 她是个数学家 电脑科学 早期先驱 就是说 就是数学家 又是最早发明 计算机的先驱之一 所以她非常的聪明 好吗 很聪明嘛 对 你要在英国做数学家 不容易 又要提出计算机的概念 不简单 而且是个女性 对不对 所以 女生的数学脑要好 这一个用她的名字 对不对 我把图结出来给你看 好 就是这位美女 Ada Loverens 你看气质多好 你发现 真正顶先人才 对不对 书又会读 对 对 然后呢 书又会读 然后 理工脑 这个数学又好 重点你以为它只有数学 请看 维基百科都帮你查 有没有 老师的用心 数学家兼什么 作家 所以你知道 能有文采 又能够有数理脑 左脑右脑都厉害 他说 他的代表作是 他为查尔斯巴贝奇的分析机 机械式通用计算机 所以最早 最早那时候 写出来的作品 第一个 主张计算机不只用来算术的人 还可以用来什么 分析用演算法等等 好厉害 好厉害 还有也是史上最早的 城市设计师之一 哇 女性之光 要不要来跪拜一下 女性之光 好不好 女性之光 所以我说女生 不要忘证悔伯 对 你也可以有很棒的 你也不用 非要依附在男人底下 我说真的 要不然人家刚被上帝找去喝咖啡那个 人家不是一个女王 英国女王 做70年 对啊 对啊 数学家 是 然后呢 超为的执行长 是 也是女生 没错 而且台湾 台南的杰柱女性 现在女生 很优秀 很优秀 你不要说别的 我们家总统 对不对 我们的蔡总统 小英总统 女的嘛 没错 所以这个时代的女性 要抬头对不对 对 姐姐妹妹站起来 我们要抬头挺胸 不能低头好不好 好 那细节是什么 要仔细看 旗舰晶片 对不对 就用他的名字 用这么猛的这个数学家 作为他的名字 对 重点是什么 一颗 一个晶片 来 看到 售价 1599美金 那是多少钱 算1600美金好了 乘30的话 5万块 5万块 一颗 里面一颗晶片 一台电脑 都不用5万块 对 你要买他这一个 一颗晶片 光这一个 5万块 哇 你看完这个 Ada Love Friends 那你就知道嘛 这一波 他为什么要来台湾 嗯 是不是 我在我的 沉迷时代 有 我写得很清楚了 是 对不对 他为什么来台湾 大家都有看到 他见了谁 对不对 他做了什么事 去了哪里 我在我的沉迷时代 我的沉迷时代 我跟你讲 我旧的那个 古海大丈夫脸书 你不要再去了 因为你看上面 一堆柬埔寨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 不公开社团了 对 你要加新的 沉迷时代 到沉迷时代 蓝色框框扫起来 蓝色框框扫起来 我的那一个 日本滑雪大老师 我们已经hold很久 快 快 插一个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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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我就要上去了 对对对 即将上架 OK 好 这两个月 其实不是苹果 就是超微 就是NVIDIA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跟谁有关 台积电 好 先是苏之锋来了台积电 来了台湾 一定会去台积电 为什么 告诉你 他们来都是为了一件事 就是 乔订单 来 你现在看是五奈民 我告诉你 都是在讲三奈民 都是在讲三奈民 对啊 所以为什么今天台面上 跟三奈民有关的IP股 都在涨停 有 M31 亮灯 四星KY涨停 创意涨停 有没有 好 来 在10月 IP股突然有一波急杀 四星杀到又杀到前低 五百五 对不对 有 我怎么告诉你 我说如果台积电杀完 我说台积电杀完 台积电连台积电都在补跌 那已经 到尾声了 到尾声了 对不对 有没有被我说中 是 再次印证 对不对 就今天怎么样 台积电补跌到尾声 可是在台积电没涨之前 前面的面板 低论 有 有没有 通通都已经开始看了 通通都涨 连PA都在涨 是不是 有 红杰科不是又四六五了吗 我冒今天又占回130 有 是不是 上下礼拜还被大摩踹一脚 有没有人在 有没有人这个时候还在带你做空的 空单还死报无放了 我还跟你讲说 打空 空单死报无放现在的情节是什么 是你担心空单回补 然后呢 你补不回来 你补回来之后你想再空 你空不到 我告诉你 你想再空空不到那是政府在救你啊 为什么 那你现在又不敢回补空单 你怕到时候空单好不容易 买给你空到了 结果你现在死报空单 越嘎越惨越嘎越惨 那你的IP咧 上一次被咬到N31 不相信这次要再被咬一次 这次连四星KY创意都在咬你一口 对不对 所以 股票节奏没有抓对 大丈夫 古海大丈夫或晨晨的节目 你没有看好听好 来 的下场就是GG出场 所以认真看节目自己先订阅好不好 来 古海大丈夫订阅还有分享哦 好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跟你讲 你看我们十月多准的事情 那现在再来讲都是马后炮了 只有在当下 你每天吓到吃手的时候 谁告诉你 我来拉提琴给你听对不对 两步移心坚定是不是 要一起哦 十月初对不对 有 老师还邀约你 要一起 又是路大大那时候出来吓你的时候 对 有没有 他跟大家说 台积电你不要再撑了啦 你卖钩在那边 我是不是直接在节目 我就两步移心坚定 拉给你听 拉给你听 然后另外 脚还举起来准备要踹 对不对 要不要那个 回播吗 找播也重播 播不完啦 真的 你要看我两步移心坚定那一首大提 小提琴 好 请你去 你自己去YT看 去YT看 或者是你去Lite Lite首页有 你直接加小老鼠 HIH888 去首页看 昨天还拉了一首给你听 有啊 一次幸福的机会 对 你要不要 有一次幸福的机会 10月告诉你啊 幸福的机会啊 你有没有掌握 现在大家 你现在10月跟我进场 你现在有没有很幸福 你有没有把握住 超级幸福 是 但10月你去追空的人 那你现在怎么样 很不幸福 但你还有一次机会 HOLD MY HAND 这是黄仁勋 黄总裁点的歌 HOLD MY HAND 赶快来抓住 赶快抓住沈沈老师的手手 HOLD MY HAND 老师的手伸出来抓你一把 原来他那首歌是为了我唱的 是啊 为我们的粉丝唱的 对啊 赶快抓住 今天台积电 大标 题 大标题 5奈米爆 5奈米爆单 用爆单来写 他有没有跟你讲7奈米6奈米 没有 因为6奈米7奈米他早就老实说了 老实说了 产能开始松动了 对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已经往前了 问题是他的大客户已经没有在看6奈米了啦 你们是没有搞懂 5奈米爆 人家现在看3奈米 现在6奈米要等着给谁用 成熟制成 成熟的慢慢再赶上来 成熟制成 所以他最后很很成熟很成熟的那个都 淘汰给中国用 在后面 懂吗 懂 所以他根本就不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新的产能 新的高阶产能出来 对 所以5奈米 对不对 那更不用讲3奈米 我跟你讲3奈米更是爆单嘛 就一个厂而已啊 后面他拼命盖 所以那个 什么极止外光机卖不完 对不对 台积电3奈米现在只有一个厂 只有一个厂 所以他后面 他虽然资本支出是要往下掉 你们都只看掉 但没有说不 没有说不花钱 嗯 没错 对不对 他只是缩减 400亿 451变400亿 还是有继续支出 还是400亿啊 对 台积电供应该你不要 那我通通要 而且10月份台积电掉 还有一个大的新闻就是 魏哲家说叫大家去休假 但是他有一个淡书 3奈米没有休 是其他的休 然后台积电因为他休假那件事情 就把台积电关到 打下来 打下来对不对 你们不要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三奈没有休的 你现在回头都要想一想 你都忘记这些事情 对啊 对不对 还有人跟你恐吓要核弹 核弹 对不对 我跟妳讲我今天节目很经常 很看经常 我一个一个去破解 当初那些 10月份 对不对 那些年你被吓的日子 10月份你被 那些月你被恐慌分析师 恐吓 恐吓分析师看空的日子 吓跑的日子 今天节目我想你看你会笑掉你大牙 来回过头来看 无奈米爆单 大爆单 早就告诉你了 是 对不对 你还在无奈米 人家现在都介绍下来 新的什么呀 绘图晶片 处理器全部买单 谁买单 NVIDIA买单 回答买单 苹果买单 苹果买单 超伟 来 帅哥 来 我说 你要买的股票是怎么样 不管利多利空景气好景气不好 那些台清教程 顶尖人才 每天还是认真给你上班 找订单 对不对 这次他为什么要来台湾 亲自来台湾 平常没空 太忙了 这一次正好抓到景气 对不对 感觉上 一个空档 空档 喘口气的时候 来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当然不是 你看 你以为他就是来 他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 这个电竞嘉年华 对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有 这就像最近在画冻蒜一样 都要有大咖加持 你知道为什么 来基本上就是要来 帮他们的供应商家 冲 冲业机 冲业机 来冲业机啊 很拼很拼 真的啊 你在电竞业的谁不认识他 因为会他的GPU 他的那个绘图那个晶片 试战率全世界最高嘛 对 我为什么跟你讲阿达Lens 我为什么跟你讲阿达Lens 他这一波来基本上就是为 阿达Lens来站台的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显卡的股票哇你看看 来我们看一下维新技嘉 然后呢甚至包括什么青云啊 立台啊等等这些通通都 有没有看到 今天你看大涨 请看一下 大涨 请看喔 你把它看过来 前一波在哪了 零几个月了 哇 6月 到6月 6月 7 8 9 10 这三个月你熬不住的人 你全部就出场 股票很难吗 不难啊 告诉你盖牌就好了啊 你就不要去看 你就买好了你就放在那边 你看的是他的未来 请问这段时间你被人家恐吓 恐吓来恐吓去 这边看到没有 雏形 请你把这一段再加回去 股价在哪了 这除息对不对 半年喔 来 请你把股价再加回去 到哪里了 至少半年了 到哪里了 股票 怎么做的 富贵稳中求嘛 对啊 我们在 我跟你讲你不稳中求 再好的股票你都赚不到钱啊 我说真的这两个月 从你光看这档股票 6 7 8 9月你 你管他现在夺空 你管他人家怎样恐吓你 嗯 但是呢 请问你去砍掉的人 今天 记家 另外一档微星 他也横了一段时间 追破地点在哪里 7月 一样啊 就录斯文的时候 7 8 90 这几个月来 虽然他还没有怎么样 嗯 还没有回到全部高年 但是一样嘛 10月不是很惨 很恐怖吗 他其实 对不对 俄罗斯都怎么样 可能都要打核弹了 所以我才跟你讲 我为什么告诉你 晚上那些财经节目 你把它关掉 就是你每天订阅股海大丈夫 你看产业 你看趋势 看未来 你股票赔钱 那些主持人会赔你吗 你需要的是实在讲的老师 实实在在的 你股票赔钱 那些每天拿着大拇指 在那边画面比来比去 讲的怎么样 惊天动地 危言耸听的那些名嘴 他会赔你钱吗 不是这样子嘛 我说你们就没有搞懂 为什么要买一家公司的股票 你过去这十几年来 你记家 我心里给他抱着 你的股力还少吗 搞不好股力发一发 都一支股票的价 一支股票都要 一支股票的价钱都要回来了 这就是八分 多赚一张 这是巴菲特的操作原则 不是吗 所以啊 人家 人家巴菲特赚的是什么 就是算他每年这样 配股配息这样子 一路配上来啊 你以为 维新跟技嘉 他卖的 只有台湾市场吗 不只有 辉达的板卡 辉达的GPU 透过台湾的极家 华硕 维新技嘉 然后怎么样 再卖到怎么样 全世界 全世界去 或者再经过台湾 组装做的伺服器 再卖到全世界的云端中心 资料中心去 所以啊 为什么他要来台湾 台湾很重要耶 他要当捍卫战士 难怪他喜欢 捍卫战士 那一首歌嘛 这一首 Hold my hand Hold my hand 他要当捍卫战士 好吗 Would you Want to Would you hold my hand 所以我告诉你说 十月初告诉你要两不宜心坚定 等风起看天明 你等到没 等到啦 我的清代一个一个都是牵着我手 我是牵着他们的手 我在赖里面 一个一个都给他hold住 稳住 是啊 真的 只有那些不听话的 没办法了 你现在才后悔了 乱追股票 乱杀股票 对不对 追了北极星 追了药华药 对不对 你跟我怎么样 失之紧扣 手牵手 两不宜心坚定 等风起看天明 你不是看到一档一档回来了吗 是的 要一起 对不对 你看最红的是谁 不只是 不只是捍卫战士 其实这两个网红更红 走出会场 在外面看到这两个人 看到两个网红妹 有没有 于是乎 点歌 立马去点歌 这一个我有从头看到尾 我也有看 对 他就开始走过去 我跟你讲 他居然用英文跟他讲话 全程都英文对话 我们一般 很厉害 我给你讲你没有发现 你现在 一般网红 来 你现在要出来做网红 直播主网红们 有几个能英语对话这么溜 溜溜溜溜 现在做网红的一堆 就跟我们一样 在投顾 我们在YT做这个股票分析的也一堆 我今天为什么我可以胜出 我们是用实力在讲话吗 当然 对不对 那同样的啊 你以为你现在只要脸蛋漂亮出来 不是光靠卖眼球 我给你讲马上就怎么样 如果拿来跟你聊几句聊不上 你就挂了 人家执音长突然蹦出来的时候 你卡住了对不了话 我发现这个英文很好耶 很溜 他们英文很好耶 可以马上对话 所以现在做网红也要有底气 必须要 你居然要Live可以跟他讲英文 而且 他完全没有想到 而且立马点Lady Gaga 对啊 那英文歌 他们两个唱 还真的好听耶 是啊 不拔声 人家扶着我唱不太大 直播主不是随便轻易能够到 因为他是唱那个什么 他不是唱这一首 他唱另外一首 那个一个巨星的诞生 一个巨星的诞生 那一部戏也很好看 对我也OK 但是因为总裁 其实一开始是先点 先点了这一首 这一首 但好像他不会唱这一首 对他就点了一个巨星的诞生 另外那一首 但是我更爱 HOLD MY HAND 你要HOLD MY HAND 你要HOLD MY HAND 手手 好不好 所以要当网红直播主 没有那么容易 从这件事告诉我们 的确必须要有 做什么都要专业 对 做什么都要专业 你要先帮自己装备好 你该有的有 这个时候是来一个零食烤 对啊 零食烤 零食烤 零食烤人家居然怎么样 马上可以印他 很稳耶 对不对 但我猜他们可能 并不是那么立马反映出来 这是 黄仁勋 所以他就一般 一般的路人叔叔 然后来点歌 一个怪侯头 但后来他发现 OH MY GOD 他们两个突然爆红了 是因为黄仁勋加持 他们两个就爆红了 还跟他合唱对不对 好 所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事情都要怎么样 先准备好 凡事遇则利 不遇则废 凡事遇则利 不遇则废 这是谁 孔子讲的 你要准备好 对 同样的这一波行情来 你有没有在10月跟我准备好 你还是现在看到行情来 你才要再来 那你不是又跟人家差2 30%了吗 对 不是吗 没错 所以你之前准备好 你们在恐慌被人家恐吓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你这时候要怎么样 要准备好 准备好 准备好 什么叫准备好 股票买起来等啊 一定就是等啊 看天明 对不对 你要等到标才要再去追吗 所以接受用也不对啊 是不是 你要先准备好 在初九的时候预备备好 利剑大人来了 风来了 好来 我刚跟你讲了 GPU概念股 回答 对不对 板卡概念股 有 维星 技嘉 都帮你带到了 其实回答 有一次概念股 AdaLens的 对不对 AdaLens的概念股 我们其实你回去看我之前前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本来盖牌 后来我们公布了 对不对 今天又跌了嘛 是不是 我知道了 今天跌嘛 那个 马丁 跌好还是不好 马丁 当然好啊 给你机会啊 你讲马丁出来 没有 大家一下还没想到 好 你觉得跌好还是不好 好啊 跌你就觉得不好 好啊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做几趟了 对啊 价差对不对 跌我就很开心 嘿嘿嘿 又触掉就可以做一趟 嘿嘿嘿 又要再做一趟 好来 这档星全你们都知道 你是我长期节目的铁粉就知道 嗯 我今天节目另外一个重点我要跟你讲 很多老师跟你讲产业悬谷 对不对 都只讲一半 为什么 跌下去鼻子就默默不敢讲了 有没有 我一直告诉你说 从今天年初我说我看好姐的族群 基通是不是有车店 有 是不是 是 这一档星全呢 我们都一直不离不弃嘛 是不是 我现在再拿出来跟你讲喔 第三季营收获利 续创新高 今年什么行情居然还有第三季获利还可以 持续创新高 很强 有没有 国际ID的产扩大测试委外 锁定晶圆测试代工 他来 我当初怎么跟你讲星全的 同样是封测 对不对 同样是封测 却怎么样 股价 大不同 大不同 来我先给你看星全 公布最新 第三季EPS2.38 第三季2.38 预估今年获利可达8元以上 我在一年前有没有跟你讲了 有没有 去年的星全最高来到70几 对不对 来到72 我跟你讲说 你小心喔 去年的星全有赚5块多 对不对 我说他今年 他持续在扩厂 他可能有六七块 甚至到8块的实例 老师都已经推估出来了 结果现在前三季出来 好可达8块以上 已经有机会了 为什么 已经 已经前三季就已经是去年了 已经去年了 对 前三季就去年的喔 现在第四季还没出来喔 所以他有可能到8喔 确实是有可能到8喔 那现在股价多少 有没有太委屈 现在股价多少 自己去看我不用拿给你看 来我们的会员 我当初 我说股票只有能报不能报 那些你自己去自断手脚 自断经脉的日子 然后再去追高别的分析师的 右上角的股票 你什么样 你把你的钱越来越玩越少 但是呢 我们告诉你说好的公司 你好好报折 嗯哼 是不是 嗯 股价就会还他公道的 8块 嗯 8块 赚很大喔 可是这个时候大家 瞎都瞎坏了 瞎要吃熟熟对不对 对啊 来 我给你看一张 好 你看了你会笑死 嗯 去年 行情好 嗯 对不对 你们拼命追着钞票跟股票 哈哈 对不对 嗯 你们拼命追着钞票跟股票 买不到 涨停追 买不到 涨停追 对不对 于是航运 阳明长龙给你追到200之上了 追到最高点 是不是 嗯 今年咧 反过来 嗯 逃喔 现在是股票来追你 对 你都怎么样 他逃喔 很怕被股票咬到 嘿 有没有 不但砍 现在是怎么样 前来追你 你是追得远远的 去年每一个人都想追股票做巴菲特 今年每一个人都不想做巴菲特了 嗯 对不对 巴菲特不好做 现在都变股师逃兵了 大家都要逃啊 对啊 嗯 怎么你们 嗯 去年跟今年 都不一样咧 所以赢家永远是少数人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嗯 这时候齁 你们是这样子跑嘛 嗯 我是反过来对不对 嗯 你不要我要啊 人气我去 股票你不要我要啊 嗯哼 对不对 等到这个时候 嗯 等到这时候来的时候 我再一张张张丢给你们嘛 嗯哼 对不对 一张张丢给你们嘛 你要 这就是节奏 对 是不是 对 好啦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挣不到钱了嘛 嗯哼 为什么你们觉得股票很难做了嘛 嗯哼 你用那两张图就可以解释 很简单 那这种操作股票心态 懂 所以难怪世界上靠股票致富 靠操作股票致富的首富只有巴菲特一个 嗯 对不对 对 能够在股市赚钱真的就是少数 为什么 你要能够反人性逆市 好 明年还多了一个什么 龙坛厂要进入 对不对 我那时候就跟你讲嘛 都往龙坛厂 生意不好怎么会去扩厂咧 对 就是有订单才会扩厂 是 有需求才会扩 来 你看一下喔 他上半年通讯网通28.4 然后呢 车用安控 安控19.3 RF射频IC13.2 通用MCU12.9 其他一堆加起来 26 来 上半年网通产品出不了 对不对 光网通跟车用他就占了多少 就占了快一半 是 你没有发现他的这几个东西 都是现在未来趋势上面 对啊 未来的趋势生长 都要用到的 对 车用 没错 通讯 通讯 通讯会不好吗 现在每个东西都要通讯啊 走到5G的时代 对 好 另外一个 一样是封测 超级比比 南茂 请看一下 人家第三季营收是大涨 是 他第三季驾动率是下滑 碳两年低 有没有 来 南茂做什么样 驱动IC 比重26 再Fresh Fresh这一波也中枪嘛 还有D-RAN D-RAN标准型 有没有 我上礼拜我跟你讲什么 标准 跟利基 标准型跟利基型 什么叫产业选股 这才叫做产业选股 好不好 我一直跟你讲 买股票你要看未来产业趋势 这两年驱动IC就不好 我从去年你还在追天狱 还在纠结敦泰 我已经告诉你去买M3 我已经告诉你去买新唐 创为 智元 MCU 所以去年的4月 你看到你的驱动IC股 从高点一路一直下来 但是我带你做创为智元 新唐 MCU 一股一股一档一档 一个月一个月创新高 对 这才是真正的看产业在选股 没错 来 我们看新权的股价 超级比一比 跟新权 看到没 来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去年到70 对 这一波一样 反正被人家不分青红罩牌 就砍了 就这砍嘛 对不对 砍下来 砍到30对不对 7月份 7月最低了到30喔 对 从7月之后到现在几乎怎么样 几乎是越电越高了嘛 对 是不是 是 有没有 有 来 对比南茂 南茂 好 一样喔 南茂这一波高点 没有到70 只到60 只到60 是 好 但是 从7 我们一样从7月的时间看嘛 7月在哪 7月那时候 新权是底 但是从7月到现在 新权已经上来了 但是南茂 还没有 7月的新权也在这边 但是现在新权也来到45了 往上 来到45了 请你看一下南茂 还在这边 是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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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相信 我说你要石头换黄金 你这个时候的南茂拿去换新权 一张正好一张 对直接是个平行转移 正好一张一张嘛 对 平行转移 现在新权来到45了 对 30到45 15 50% 对 这种行情还是有50% 不是吗 对 没错 南茂还在原地 你换新权你现在是45了 你的南茂现在还是在下面 还在三次头 还是趴在下面 这就叫做产业 你现在想 你还不相信 你还觉得全天下股票都是一样的 是吗 华里转身 华里转身 天下的股票都是一样的 NO 天下的股票都是一样的 错 NO 如果天下股票都一样的 那十年前的台积电 从三十四十 涨到六百八 为什么有十年前的股票 还是三十四十 现在还是三十四十呢 你不相信对不对 来 中刚 我老师把时间拉长来给你看喔 来啊 十年前中刚也不过跌破二十到十多块 嗯 十多块对不对 嗯 十多块喔 台积电也是下来嘛 对 你知道当时你的两张中刚可以换一张台积电你知道吗 哦 两张中刚换一张台积电 是 来 好 如果你那时候有去做漂亮的狸猫换太子的动作 一张中刚 嗯 一张两张中刚 换一张台积电 一张台积电 两张中刚现在是多少钱 两张中刚到了 这两年最高的时候我们到五十好不好 好 五十嘛 两张就是十万嘛 嗯 一八公 但是一张台积电到多少了 六八八 还不包括这十年来台积电配给你的 对 绝对比中刚还要多很多 对啊 为什么要离猫换太子 你懂了吗 从产业选股 为什么要离猫换太子 对 什么时候才有这个机会让你换的这么好的 这么划算的买卖 股价掉下来的时候 就是大跌的时候 利空的时候 世界末日的时候嘛 才有让你办法换的这么漂亮嘛 嗯哼 大家都跌下来 好猫好猫 不管好猫坏猫都被人家丢出来 黑猫白猫都下来 不管是石头钻石都被人家丢出来 所以我一直告诉你 你要利用这时候跟我石头换钻石 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现在还要继续报你的中刚吗 你现在可以用你的中刚用你的中虹 用你那些传产股好好来换 下一个十倍镖股 来换到暴虫黑马股 就是叫你就换台积电了 暴虫黑马股 你听懂没有 懂 听懂没有 嗯 还要再纠结吗 你还要纠结那些金融股吗 你金融股又真的比较抗跌吗 我现在同样的话来告诉你 我只是不讲中刚 我现在只是不讲跌的 同样的 同样 国泰 来 国泰对不对 一样30 到现在 20092月最低 就是雷曼金融海啸的时候 30 来台积电 4 36 好一样喔 一张换一张 好 国泰金换台积电 国泰金换台积电 一张换一张 平行转移直接换过去 差多少欸 哇喔 台积电是20倍 国泰金还在原地踏步 还是在三字头 现在台积电可以换你10张的 国泰金了 嗯 存股啊 你去存啊 哼哼哼哼哼 你还在看YT那些存股达人 教你去存金融股 你还要 你这辈子你还要待到什么时候 懂 你这10年你是存台积电的人 人家怎么样 已经退休了 吃香喝辣了 跟你再别亢巧了 灰灰的 灰灰衣秀 我走了 对不对 我带走一片一彩 我去国外环游世界了 你继续在台湾 继续等待 君子中日前前认真工作 你还在继续存你的金融股 你醒了没 亲爱的 醒醒吧 醒醒吧 你还在存你的金融股吗 你还要给自己借口说 因为今年遇到防疫啊 遇到这个防疫险亏啊 等等的 那过去10年没有防疫险吗 过去10年也是有防疫啊 不 过去10年没有防疫险啊 没有防疫的理险啊 股价有比较 股价有比较增气吗 没有啊 你那台积电 36都涨到688了 那你现在 你的金融股还在干嘛 还在哈喽 我讲实话 你不要听得不高兴 我说真的 人最怕的 人最怕的就是怎么样 失败一点都不可耻 我再跟你讲一次喔 失败一点都不可耻喔 最怕的是失败了 你还持续怎么样 掉在失败的漩涡里面 人掉下水一点都不会可死 人掉下水不会淹死 人掉下水不会淹死 你停在水里你才会淹死 你赶快游上岸吧 我再讲一次喔 人掉下水不会淹死 你停在水里才会淹死 掉下水赶快游上岸你就不会淹死 但是你停在那里你会淹死 很明白 有没有道理 很明白 同样啊 选错股 你不会赔死 但是你停在错的股票里 你才会赔死 一样道理嘛 你要继续纠结吗 你要继续纠结你的金融股吗 你要继续纠结你的钢铁股吗 那未来十年呢 未来十年呢 人家早就换股怎么样 笑到怎么样 开开心心 十倍二十倍翻上去了 每天出国去玩了 你还在干嘛 原地踏步 你还在原地踏步 甚至可能倒退路 我早就告诉你了 不要去存金融股了 也不要去存你那些船长 什么钢的 什么铁的 其实在即便是在电子业也是一样 你要选对产业啊 刚刚老师拿出最好的超级比一比 新权跟南茂 他们做的品项 他们是不是有具有未来的趋势成长性 这个是 现在你知道了吗 对 我当下七月跟你讲你不会相信嘛 对不对 我现在十月跟你讲你相信 十一月跟你讲你相信了嘛 为什么 股价会说明一切 对啊 对不对 你现在相信了嘛 是啊 差了50%了 我的产业 我讲产业的意思就是这样 产业选股 是不是 可是多少人跟你讲产业 嘴巴讲一套 私底下是做另外一套 天天叫你追高杀低 不是吗 不是吗 今天最好的例证 未来的趋势成长 你要懂公司到底在做什么 就是这样 懂 这一比较你就知道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一比较你就知道 来 有没有看到要去农潭 对 农潭现在好红喔 听说谁要去农潭 好多都要去农潭啊 台积电没去就有人先去了 人家是笨蛋 现在好多人都要卡农潭 我就跟你讲 这些公司的高层 知道都比你早 知道都比你跟我早 你就搞不好 对不对 一年前就跟台积电的老板吃过饭了 哦 你不知道 说人家顶尖 顶尖的世界 上流社会 讲的那些话 不是我们一般人 说的是 对 不是我们可以想像的 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没错 但是我说你不会跟 你要会跟啊 对不对 老师的手手都伸出来给你签了嘛 赶快来hold好来啊 hold好老师的手手啊 所以 手手牵出来 hold住老师手手 也要会跟 如果你没有会跟去选产业 如果你没有会跟 怎么样 华丽转身 石头换钻石 狸猫换太子 那怎么样 就要会跟嘛 更好来嘛 对 对 对 过去去年十月 先骑白费 过三关 嗯嗯 这个十月 一样 先骑白费 带你怎么 过三关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光辉十月有没有来 有啊 来今天这张股票 嗯 快创今年新高了 哦 哦 见准2421 请看一下 行情就是这样悄悄的回来 是 有没有 要回到年初的高点 来45.9 嗯嗯 今年一月在这边 对 最高 今年一月最高 嗯 中间也是杀到多少 30块 跟新权一样 对 来回到45了 从30到45 来小英班的 好 你看到没有 嗯嗯 你不但解套你还赚什么样 嗯 你还赚股息耶 嗯嗯 1.7啊 嗯 有没有 今年不是很恐怖吗 嗯嗯 很多人 股票腰斩吗 嗯 我怎么告诉你 富贵稳中求 富贵稳中求嘛 放稳来 你现在看到没 嗯嗯 你看到没 那如果他创新高咧 可是这段时间小英班你多少人怎么样 受不了被洗掉 你自己跑去追别人的股票 有一个开着车到处摆摊的 把他砍了去追南甸 再套 追天狱 天狱驱动爱戏 就是我讲的 哦 我给你讲 再套 我说你的钱喔 嗯 都是被自己玩掉 你的钱不是我给你亏掉的 都是你们自己怎么样 玩掉了 没有耐心 嗯 自断手脚 自断经脉 左腔右腔 嗯嗯 我说今年广基梁高足强 缓撑王 缓撑王 你今年只要可以熬到不亏 基本上明年你就是大赚了 嗯哼 可是你不愿意等呢 有人怎么样 想要快 亏了钱 参加标股诈骗群组 钱 连 连本都没了 嗯哼 被诈骗集团给拐走了 嗯哼 这就是你们啊 嗯 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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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有去看时机 没有去看风向 今年不该你急 你去急 是不是 嗯 难道你一年你都蹲不住 那你这辈子你怎么可能大负大贵呢 是不是 嗯哼 那更不要讲这段时间 还在网路上在那边看空的 跟着酸民在那边被恐吓的 那我只能就说 就是最后结论就是那样子嘛 这是你的人生的选择 这是人生的选择 其实老师今天准备很多新闻 没有会跟啊 你就要会跟 那你要会跟啊 就要会跟 那你要跟谁 跟着蜜蜂找花朵嘛 对啊 跟着餐饮找厕所嘛 你如果这段时间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看那些财经节目 你发现那一些 你以为很多人看的财经节目 最后你发现最后没让你赚到钱 你都看一年两年 五年十年 甚至 YT上面还有那一个 恐吓你到6600的人 这段时间 几百万粉丝的人 你跟着的 你现在 你现在知道了嘛 路遥知马力嘛 自久见人心嘛 是 你现在知道了吧 当年你看那些财经节目 不是最后都把你害死了吗 不是吗 我就是给你讲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你自己好像想一想 你每天认真看那些财经节目 看了五年十年 你发现 怎么最后都是又是追又是杀 又是追又是在恐吓你 又让你杀 你赚到钱了 没有啊 还花钱去订阅 我们订阅还不用钱 真的 那些你还要花钱去订阅 老师免费服务 我给你讲 你的朋友还在看 还在看其他节目的吗 赶快来 然后自己在那边乱砍乱追的吗 郭海大丈夫订阅分享 你有你关心在意的人 你请他们赶快订阅进来 分享出去 真的 节目不要乱看 你只会让你自己越来越惨 我说真的 光是一个产业 老师刚刚帮你超级比一比 你看 没有正面能量的节目 你要去看它 为什么我说正面 正就是代表多 这些公司人家每年都在赚钱 营收差 未来营收也会好啊 每年就是赚钱 每年就是认真发鼓励给你啊 我说不懂 到底你们是把股票当什么 对不对 哪另外一档台表科 你是我的老粉 你也知道这档嘛 去年 对啊我们从去年到今天 对不对 来 第三季 看到没 12.8 季增12.8 EPS季增26.48 今年获利可达14 麻烦你看一下它现在股价多少 你们是在砍什么 这档6278 其实老师对它来回操作非常的熟悉 要会懂懂它的股性 懂它的产业性 然后才能够在它身上上下起手来回赚它 来 一样啊 10月 你去砍80以下的 现在往上走 是啊 背离咩 不是吗 一次 二次 三次背离耶 你还要去砍 这时候怎么样 核弹危机 路大大恐吓你 对不对 有人告诉你会跌到6600 好了如果你把握住那一波 还有人告诉你会跌到12000 这一次连12000都没碰到 对 13000是到了啦 12000都没碰到 你小心耶 12000不要没到就怎么样 就重新走一个 就重新走一个大多头 重返18000荣耀 不是18000 2万 不要12000没到 最后给你先看到2万 我说真的 好 明白了 其实很多的股票 在这一段时间 10月份你最恐慌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 来 我很多证据可以支持我 我说我做事情我都会看 人家说有一句话叫 见为资助 对不对 郁经里面有一段话叫做 铝双兵制 解释一下 不懂 什么是双 双就是双数 老师要跟我讲 叫你读书不读书 回家好好去读书 好啦 每天看节目 你就可以学到新的了 双酵牛肉吃过没 有啊 我爱 说吃我就懂 那那个双什么双 就双雪的双啊 对啊 铝双兵制 当你脚上踩着那个双 双是秋天嘛 对不对 冰是什么 冰雪是冬天 冬嘛 所以当你踩着双 你就知道冰要了 要结冰了嘛 懂了 所以这叫什么呀 嗯 看一个影子 生一个影子 这个我懂 就告诉你 你要看到一个细节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后面有什么事情 懂 这叫举一反三 要懂得旁敲侧击嘛 对不对 来 嗯 德国总理跑去见习近平了 嗯 嗯 你说中国大不大 嗯 大嘛 人家还是必须要 人家要主动坐飞机去找他 孙仲 对不对 对 你们现在还在看衰中国 我都已经不看衰 我说人家现在确实是 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紧张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 抗衡了 现在是谁在争老大 现在德国怎么样 总理鼻子默默要来找他了 嘿 这是不是一种选边站的意味呢 习近平送他一句话 嗯 我想习近平真是厉害 嗯 接受不能改变的 勇敢改变 勇于改变 能改变的 欸 这句话不是习近平讲的 这句话是德国的前总理 斯奈特 哦 不是斯奈德 斯奈德是最近被国去买走 是国去买的 对 斯奈特前总 斯奈特的民调比梅克尔还高 哦 消失上台之后 因为这个涨价通膨 对不对 他现在来找习近平了 干嘛 和解啊 没有人敢 这时候谁去敢见习近平都被骂 怎么样 卖怎么样 卖美 卖美 卖欧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他来见了 他来见了怎么样 空中巴士一百多架的订单给他了 他带了谁 带了BMW的 卖车子的 所以最后还是怎么样 为了经济 还是要低头嘛 必须 13亿的市场你不要 我跟你讲 你要德国聪明 你美国你现在封锁对不对 我趁这时候赶快来赚 懂 谁跟你啊 谁跟你 谁跟你 谁跟你站在同一阵线上 有钱不赚 对不对 英国 对变成下一个英国的话 是啊 到时候变成下一个英国啊 但美国不会去管你 人家够聪明 对不对 来 重点是这句话 改变 接受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但是你要勇敢怎么样 改变 你能改变的 这句话从哪来 那你觉得斯奈特讲的 我告诉你 这句话也不是斯奈特讲的 再往上推 这句话 那 斯奈特讲说 政治家以宁愿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 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 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 这句话不是斯奈特讲的 那是 这句话有典故 所以我说要读书嘛 是 老师我们可以把典故放在我们的陈迷style吗 可以啊 对不对 有没有我念给你听 好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that I can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question to know the difference 就是 这一个人呢 他是一个 那个神学宗教家 神学宗教家 他们都要祷告嘛 对 祷告他就祷告了 这个祷告词 后来很有名 是这一个人 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 对 这个祷告词后来很有名 你去基督教的书局 常常会有这一段 这一段次做成的那个纪念品 对不对 所以你是基督徒 你要送人有没有 你可以送这一个 有这一句话的 对不对 求神是我怎么样 有这一个勇气去接受 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也给我勇气怎么样 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我能改变的 还有智慧去判断中间的差别 有没有 就这一句啊 懂了 那为什么我看到这一句 特别有感 他说 以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 Serenity 对不对 所以斯奈特这句话 就是从这边来的 书读的够多了吧 懂了 今天你在学很多 我觉得我书读的还不够 那为什么我看到这一句 我看到斯奈特这一句 马上可以 马上可以想到 我就知道这一句 书读的够多啊 对不对 所以啦 你来看我们的节目 不只是能够让你学到产业 还可以学到更多不同的面向 来赶快签订阅我们的孤海大丈夫 你觉得这一句能干嘛 你觉得这一句能干嘛 在这个层面都能运用到啊 这一句只有用在政治上面吗 不只啊 是政治家吗 投资也是啊 你也需要改变啊 是啊 勇敢的去改变你能改变的 对不对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以宁静接受那些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 现在这个景气是你能改变的吗 无法 你没办法改变嘛 但是 那你要怎么样 勇敢 明俊接受嘛 但是你要勇敢怎么样 改变你能改变的 你能改变什么 离猫换太子嘛 石头换钻石嘛 这是你能做的 这是你能做的啊 这句话送给各位 勇敢的改变吧 0225429977 现在拿出你的行动力 勇敢去做改变 整个全中华民国脱户江户 你去找到一个分析师的心理素质 像我这样子的 你找不到第二个 我敢这样讲 不是我不谦虚 而是 老师的底气告诉你 我是用 我是用 跟别人不同的心理素质 我用跟别人不同的智慧 我更用 跟别的分析师 不一样的 悲天敏的心怀 在看待你跟我之间的 这一个缘分 为什么10月 我可以带着你这样稳稳的抱住 不要去跟天下那些看空的 然后看不懂行间分析师 随机起舞 然后叫你乱杀滴 乱追股票 差别都在这里啊 明白 你要怎么样分析师 你就是要有一个 可以宁静去接受怎么样 不能改变的 不能改变的 警器是我能够控制的吗 不能 但是怎么样 我可以怎样 去改变 能改变的 我可以有勇气带你去改变 怎么样 能够改变的 对 对不对 石头换钻石 是不是狸猫换太子 华力来转身 然后重点我还有智慧去分辨 这当中的差别在哪里 是啊 不是吗 从心全难貌就看得出来了 好朋友们 现在机会在你手上 来 赶快把握住这个机会 0225429977 勇敢的去改变你能改变的 机会都在这里 建成老师给你机会 帮助你 也把手伸出来了 愿意hold住你的手熟了 0225429977 来 我们那一档黑马骨 今天又继续了 盘中又一根吉辣 对不对 他已经连六红了 对 连六红了 每天盘中都在洗 推 对 盘中都在洗那些 信心不足的人 心理素质不够 对 越来越高了 真的 越电越高 我们手上有的不是那一档黑马而已 还有 重点是你要跟我怎么样 逆转胜 没错 有很多的股票线 你可以做平行转移的动作 把它去做一个转换调整 礼貌换太子 石头换钻石 你还在报金龙吗 你还在报你的传产吗 我刚盘中 我刚节目 我用了那个十年前 十年后的差别 这么多的对比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对你来讲 很好 拿勇气 去勇敢改变的时候 你要不要改变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好不好 预约下一个 大获全盛的十年 没问题 0225429977 现在 就从此刻开始 改变就在现在 0225429977 或加入 小老鼠HIH888 再次感谢 永诚国际投顾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甜心 古海大丈夫 陈建成 但你富贵 稳中求 欢迎加入 永诚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